斗魂竞技场 厄加特加炮台 等于黄中 在现版本 厄加特在购物区开启W 在战斗开始前 又见一个敌方英雄 便可触发bug 在炮台中的厄加特 化身黄中 超远距离打击目标 而且对面根本无法还手 起源里也非常简单 在战斗开始前 又见敌方英雄 游戏收到的指令就是 攻击目标 炮台就直接把厄加特 放到了目标点 而战斗开始时 厄加特又进入了炮台 但W的自动攻击 依旧可以出发 啊 凶 斗魂竞技场 堪称联盟有史以来 bug最多的轮换模式 在8月30 该模式会正式下架 但设计师会根据 实际玩家数量 来决定斗魂竞技场的 回归时间 甚至和大乱斗一样 成为常驻模式 也不是不可能 这也能给不玩排位的玩家 多一种选择 所以各位 抛开bug不谈 你们觉得斗魂竞技场 到底好不好玩呢 杀